今天非常的開心 我們可以邀請到台灣神學院創校147年來 第一位女院長 蔡慈倫蔡院長 蔡院長歡迎您 你好 謝謝 跟我們觀眾朋友打個招呼 大家平安 感謝神 蔡院長是我們台灣基督長教會的牧師 他同時在神學院也是來教導講道學 真的是非常的特別 所以我們今天的主題 也就是女性與講道 我們知道蔡院長你有一本著作 幾乎是我們這個講道學必備的教科書 也是不是跟大家介紹一下這本書的書名 這本書是我在2011年出版 由校園出版社出版的 當代基督教講道學 也就是在神學院所用的教科書 當代基督教講道學 有興趣的人真的是 信義你 可以去買一本 我想會有很大的收穫 這些年來研究這個講道學 特別是透過這本書 他最主要想要跟我們分享的主題是什麼 事實上這個講道學 我寫這本書的時候 其實是很深的感受到說 整個台灣或是華人的講道學 其實落後北美非常的久 當我去美國讀書的時候才發現說 哇其實有這麼多 比如說這本書主要是寫新講道學 新講道學主要是在70年代開始的一個講道學的運動 那當然是反映出後現代文化下 這種後現代文化的一些特質 對權威的反抗 對權威的反抗 然後講道常被認為是很權威的聲音 所以開始去思考 那講道是一種處境化的活動的時候 那到底講道應該像什麼 那我個人很好奇 蔡院長怎麼樣後來從這樣的一個脈絡裡面 會開始對女性語講道這個議題 投入特別的關注呢 OK 其實不是我個人投入的關注 而是說這股新講道學其實在70年代 它也反映出那個時代 如果以北美的整個社會來講 60年代由黑人金恩博士所帶出的黑人人權運動 然後導致開始有婦女運動 人權運動的發展 那這個發展一個很直接的 就是有越來越多的姐妹婦女進到神學院去讀書 那這個開放越來越多的女神學生的時候 那勢必這一定會成為蔣道學一個關注的議題 所以女性跟蔣道其實在80年代 我們一般稱為說新蔣道學的第二波 其實就成為一個很重要的探討的主題 哇太棒了 可不可以再幫助我們一下一個基本輪廓 女性也講到一個基本輪廓 那事實上如果它是第二波的話 它是建立在第一波 新蔣道學所建立的整個的基礎上 那這個在我的書中有用一個圖表 好比說新蔣道學它也受到當代溝通學的影響 特別 對不起 蔣道說 信息傳遞出去如果要成功的話 蔣道則很重要 信息很重要 但是聽眾你不能忽略 是聽眾很重要 對聽眾很重要 那如果你再好的信息聽眾是誰 他們如何聽 那一定會影響你信息的傳遞 那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 女性跟蔣道的時候 它涉及的範圍不僅會提到說 那這個蔣道者如果是女性 或是說這個聽眾如果是女性的話 那它怎麼影響你在準備獎章或傳獎上 它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是我想這個可能很多人今天一聽到有很多的啟發 那您談到說你到北美去求學 發現他們已經走得很前面 那從那個時候到後來 我想有一些發展的脈絡 有沒有一些相關的一些研究的一些調查 其實是有 其實我剛才提到說 60年代70年代有更多的女性進到神學院 讀書之後 那我就有一個研究 其實它是在一些當代的蔣道學書 都會提到這個研究是在1979年 快進入80年代的時候 那換句話說這個年代表示 有 他們就有一群的女性傳道人聚集在Washington D.C. 然後呢 他們要參加這個研討會 主題就是女性跟蔣道 然後他們研究的主要是要探討一個很重要的關鍵的議題是說 那男性講道者跟女性講道者到底有沒有不一樣的地方 然後第二個他們也要問 因為既然是在新講道學的架構脈絡 他們也想問的說 聽眾 以聽眾的角度 他聽一個女性講道者講道跟男性講道者 有什麼樣的不同 是 結果這個調查有發現是不是有什麼樣的不同 所以其實這個調查其實要去參加的女性傳道人 他們必須先做功課 在他們所募會的教會 請他們去調查聽眾 用聽眾的角度 來回應說 你聽男性講道者跟女性講道者有什麼樣的不同 那他們就根據新講道學在談到說 一個講道有內容有傳講有風格 那把它分成三部分 這個圖表當中好比說男性左邊女性右邊 這些的字母英文字母出現的頻率 越高的越放在越上面 那如果我們用這樣的一個圖表來看這個數據 你會發現好比說男性的講道者 聽眾認為說他們在內容上 比較是理性知識的 然後比較是神學性的 比較喜歡用專業術語 也會比較問艱深的 問題 講道的內容比較抽象 然後講道是比較傳統 跟用許多男性的例子 好 那如果是右邊的女性講道者 他們會說 女性的講道者在內容上是比較接地氣 比較情緒化 比較個人性 比較有經驗性的 或是說會處理一些生命的議題 然後最後一個他說 Too personal 有時候是太個人性 對 這是1979的 對 那後來還有繼續在Follow這個議題 那1979 我要指出一個重點說你看到這個 其實你會發現沒有一個字是 是同時出現在男女的 所以換句話說 聽眾認為男女講道的內容很不一樣 好 那有趣我要繼續的說 這個研究繼續在15年後 1994年 又做同樣的研究 那一樣來調查聽眾 你聽男性跟女性 那我還是一樣用內容來講 舉例來講 男性在內容上第一個他說 非常的知識 很廣闊 然後比較學術 第三他說 是很聖經為根據的 第四是說 非常的有關聯性 然後第五說 非常的能夠引發你思考 然後呢 接下來是說非常的有訊息 給你很多的訊息 然後最後一個是以議題為導向 好 如果我們來看女性講道者 內容的時候 他第一個就是Biblical 以聖經為根據 然後他說也是關聯性 也是很有引發思考 個人的聚焦的 最後一個是創新 好 當你把15年後做同樣的研究 你發現男女在內容上 有更多的共同的資源出現 那換句話說 那你問說 那這個1994年代表的是什麼 如果是60年代 70年代 進到神宣去讀書 可以說是將近在25年30年之後 當教會對女性傳道人數量更多 然後這些的女性傳道人在各領域 不管在學術上 或是說在教會的機構上 扮演更領導的角色的時候 那你會發現聽眾有更多的去接觸女性講道者 這個研究先後讓我們看到說 1994年其實 聽眾對女性講道者的回應是比較正面 而且在內容上 讓男女有更多的共同性 對 好像就是對她的一個接納度 對 而且對她的一個成熟度 而且我發現男女除了在有一些 一些感受的評量標準 越來越一致之外 但是好像也有一些 女性的講道者的特質 在這個量表裡面被凸顯出來 事實上我們剛才講的是內容 那如果用傳講跟風格的話 你就會發現說確實在傳講跟風格上 男女講道者因為特質的不一樣 但是我必須說 當我這樣做的時候 我也希望提醒觀眾朋友 其實我們還是把男女放在一個刻板印象 認為說男性講道者就是這樣 我們會說女性講道者喜歡流淚 但是我也遇到男性講道者 一個最有名的就是 George Wiffel 海特斐德 他愛哭的講道者 然後被人家說你怎麼那麼女性化 講不講 動不動就哭 他說你們看到這麼多靈魂 還未得救 我怎麼能不哭泣 所以當我在講男女在風格上區隔的時候 我也要很小心 不想把男性跟女性放在一個刻板印象 而是說通則來講 那當然女性的講道者 在風格跟傳講上 好比說有幾個特質 我覺得這個是對女性講道者 在教會中的講道 對信徒是帶來不一樣的牧羊 舉例來講 她們比較敏感 她們比較有關顧的 比較有同理心 比較是有關係導向的 或是說比較有那種 或她的講道的複視 覺得自己好像可以更全面 我覺得這個您剛剛分享真棒 看到在北美這些年的發展 女性講道者慢慢的找到自己 也走向自己 那我想說接下來我們 可不可以再請蔡英俊來幫助我們 就是說在她們找到自己 走向自己的過程裡面 您可以再提供一個概念 讓我們來掌握到 怎麼來描述這個現象 那事實上你如果看整個北美 在講道學界的發展 從青年代 當有更多的女性去讀神學院 那你就可以預期在各領域 不管是聖經學或是說在歷史 或是在神學上 有更多的女性參與在做神學 也包括講道學 那你就會發現說 這些的女性學者從神學 做神學的角度 帶出一個很共通性 就是聲音 Voice 成為她們一個很有趣在談論 不管是從聖經學的角度 深學或歷史或是講道學 在講女性這個議題的時候 聲音變成一個很共通性的比喻 那我覺得這個聲音 可以說它代表什麼 當然對講道學來講 講道就是要聲音 每個人都有一個獨一無二的聲音 那當然這個聲音 如果從教會的歷史跟傳統來講 聲音對等的就是沉默 被淨聲 你不能說話 那你如果翻開整個教會2000年的歷史 我們很多女性在教會歷史當中 聲音是被淨聲或是被邊緣化 甚至是被埋沒 那當然我們甚至找到聖經的根據 就是說婦女應當安靜 所以我想這整個的教會的歷史跟傳統 讓這些的學者認為聲音是一個很好的比喻 作為神學的比喻 對 那我覺得我們現在很感恩 在台灣神學院跟中華福音神學院 兩位院長都是女院長 而且兩位都是蔡院長 哈哈哈哈 我覺得這個相當的感恩 是我覺得這個有關這個聲音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非常的棒 因為我們現在其實很多年輕人 常在講網路聲量網路聲量 其實當他以前都是寂寞無聲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很難去看到他的一個豐富性 跟他的一個力量 那是不是也可以請蔡院長在進一步來幫助我們 我相信剛剛的分享 給我們觀眾朋友很大的激勵 我想不論是男性還是女性 都從剛剛得到很多的激勵跟啟發 那我想說可不可以進一步來幫助我們 那女性講道者 有沒有一些實際的方式或管道 來找到自己的講道聲音 好 那我在講這個實際之前 我再多說一點 這個聲音為什麼這麼重要 在過去這些的神學家學者 因為除了我剛才講的 每個人與生俱來都有一個很獨特的聲音 那這個聲音哪怕你去模仿 你還是有沒有辦法 那個不是你的聲音 所以聲音代表的是獨特的自己 那第二個聲音代表的是真實的自己 那個真實的自己 就讓我想到耶穌他有一個教導說 你們是就說是 不是就說不是 若是多說 就是屈無於那惡者 那能夠說出聲音的時候 我們其實在成長過程當中 或是在大人的世界裡面 其實我們不敢說出真實的聲音 或是我舉一個例來講 我在教掌道學 有一次印象好深刻 這個學生30多歲 男性很年輕 但是你如果不看他的年紀 不看他的臉 他一上台聽他講到 你會以為是60多歲的老牧師 那你就會發現好多的傳道人 因為一上台 他其實那個不是他真實的聲音 我們台語喜歡說 剛倒聲 沒上台就變了一個聲音 那為什麼會是這樣呢 台上跟台下的你好像 沒有一個一致性 所以聲音其實是很重要 因為它代表你能人前人後 台上台下 或是說在不同的場合 你的聲音到底有沒有一致性 有沒有一種 Integrity 是一種誠信 那當然為什麼聲音很重要 我覺得第三 好比說在我們華人的社會裡面 我自己當老師 我從小 老師說話學生不能 就是聽 你就是要安靜聽 甚至我們在華人的 台灣人從小說 小孩有聲沒嘴 就是說你只能聽 你不要講話 那換句話說 當一個人能夠發聲的時候 其實它代表的是一種權利 你有這個right 你有權利 然後這個聲音小到一個家庭 學校教室大到一個國家 我們看整個台灣 你說誰有權發聲 那這個聲音代表你有一種的authority 有一種的權威 一些的弱勢團體 他們沒有辦法發出聲音或是聲音被壓抑 以至於從這個角度來講 說出聲音的時候也表示有時候你必須是一種對抗的聲音 你能夠勇敢的對一些的事情說不 那所以聲音其實是很重要 那如果回到你剛剛講 那女性從這個角度來講 女性在成長的過程當中 在大部分人類的文化社會裡面 其實女性面對的甚至在教會的傳統 我們是安靜被禁聲的 那也因為這樣 一個女性要找到記憶的講到聲音是一個 我不容易 她不僅要面對我們剛剛講的 整個教會歷史的傳統 聖經的詮釋 你要特別在 好比說我們在 父系社會跟母性社會不一樣 在父系社會下 整個文化對一個女性的期待 女性的既定的形象 也包括這個文化能不能接納 你發出你的聲音 那當然在這樣的壓抑之下 很多的女性要找回自己的聲音 其實是她也必須要先認同 我自己女性這個角色 我是誰 如果連我自己這個性別 我都不能接受的時候 那我沒有辦法找回自己的聲音 所以一個女性要找到自己的聲音 她不僅要忠實於自己 她也要面對文化的接納度 整個教會信仰群體的觀感跟期待 好那甚至也包括她成長過程當中 她有可能因為被禁聲或是壓抑 導致她有許多的傷害需要被抑制 是 換句話說 當一個女性踏上講台的時候 我必須說她其實也是一種 要經歷很長生命 甚至是一種福音的見證 因為她必須去面對這些不同的力量 對她過去對她所造成的影響 我覺得聽得很有盼望 因為我覺得看到我太太 從一開始她 對 每次要預備講道 到上台 一開始那壓力真的非常大 我們有沒有一些什麼 歷史上有些這些女性講道者的典範 可以讓我們來更加的明白 她們是怎麼找到她們自己的 好 那我自己其實 我在台神教書 我除了教講道學 我也教講道的歷史 那我先說為什麼要找典範 有一次有一些學生在上 女性女神學生上 我講道學歷史的時候 她就問我一個問題說 紫恩老師 為什麼這些講道的歷史當中 典範很少女性 所以我就發現說 其實是有 但是當我們在把它列入是 講道歷史 能夠被成為典範人物的時候 似乎這些人就被 Live out 就被遺漏掉 那我自己真的去讀的時候 發現說 哇 其實有好多女性的講道者 說我第一個 我自己從讀歷史 我喜歡讀歷史人物 是因為 你會看到 過去這些人 其實在經歷相同的掙扎 她們面對聲音失去 面對聲音要找回的掙扎 以及最後怎麼樣找到的時候 怎麼使用她們的聲音 所以我覺得 其實一定要有一些女性 特別是古今中外的典範 可以幫助現在的女性 傳到者 如果要找回自己的聲音 我們常說是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你可以看得更遠 所以我自己是覺得 第一個是這樣 對 哇 感謝神 對 我在想說 那我們 就是說 聲音會觸動聲音 那我們在這個過程當中 女性講道者 在這個摸索過程中 可能會面對哪一些聲音 對她的觸碰 對 好 我想聲音觸動聲音 除了是古今中外的 女性講道者之外 如果女性講道者要找回自己的聲音 也要聆聽自己內在的 幾個方向 你要聆聽上帝的聲音 對 我覺得這個上帝的聲音是很重要的 是 你之所以被呼召 我覺得我讀這些女性的 講道者 歷史中的人物 都有一個很強烈 是從上帝那裡來的聲音 那這個聲音也常常 讓他們在各種艱難的當中 能夠依然勇敢向前 那這個聲音很有可能 有時候是一些比較是神秘經驗 但是更多的時候 讓我訝異的發現 都是從讀聖經 他們從聖經的當中 然後他們可能沒有受過很多的教育 在18、19世紀 更何況 女性根本沒有受教育的普遍的時候 然後他們是自己讀聖經 然後去聽到上帝的聲音 很確信福音是什麼 上帝的教導 好 不僅這樣 他們這些女性 有一些聆聽自己聲音的方式 是用很長的時間默想禱告 然後從這裡聆聽上帝的聲音 自己內在的聲音 那這個是找回自己的聲音很重要的 對 是 所以包含就是聆聽上帝的聲音 也聆聽自己內在的聲音 對 那還有沒有一些 除了上帝 還有我個人之外 還是他人的聲音 可以 可以給我們什麼樣的幫助 那聆聽自己的聲音 我也發現 有些的女性講道者 她也會透過其他的方式 除了說只是默想 祷告 祷告 讀經 其實寫日記是一個很重要的 我發現這些女性講道者留下好多的日記 是那種內心的對話 那寫日記去聆聽自己內在真實的聲音 那如果以當代來講 好比說一些新講道學的女性講道學者 她會給你一些建議 舉例來講 她會鼓勵女性講道學 一些女性傳道人如果要找回自己的聲音 可能也可以透過心理諮商 因為你過去 為什麼聲音不見 為什麼這個聲音不再是真實的你的聲音 而是另外一個人的聲音 那透過心理諮商也可以幫助 那我也發現有些女性找到聲音是透過藝術 就是說透過繪畫的表達或音樂 那也是一種情感的表達 把那個你沒有辦法用文字表達出來的 你透過藝術然後把它說出來 太棒了 想到能夠成全聖徒各盡其職 建立基督身體 我覺得這是教會之福 真的是很棒 那我在想說如果越來越多的女性的講道者 她在尋找自己的聲音裡面 已經被啟動了 就會怎麼樣能夠進入一個團體的動力 或是機制裡面 讓他們在這條路上不自孤單 而且是可以被激勵起來的 對 我這一陣子 我都說姐姐妹妹站起來 阿妹的歌 就是說我覺得其實女性要集合一股力量 因為我覺得說 其實任何的東西要造成一種的影響力 包括你在看北美女性跟講道這個議題 其實你看他們會開始辦研討會 然後去討論女性跟講道 我覺得集合的力量其實可以是很重要的 除了是在學術上集合力量 然後在事工上 好比說我自己長老教會 我們有所謂的女傳教師會 就是說一群女傳 我們在LINE或是什麼 然後好比說我按案例我救援的時候 他們會特別來限師 這種好像是比較正式的 但是也有一些是非正式的 好比說在一些的女性講道學者的書中 我自己在美國的時候 我的女性傳道人他們也這麼做 就是說女性成長小組 你在你的幕會邀幾個好友 真的是好的女性傳道人的朋友 然後好比說一個月見一次明 因為大家都很忙 然後聚集的時候就是 這段時間你可以用很像是一個退休的方式 那女性講到 傳道人聚在一起的時候 會點蠟燭 會放音樂 然後一開始其實 既然聲音不見 你就是要找回你的話 所以一開始他們會請你寫下 用一些關鍵字 不要太長的句子 哪幾個關鍵字 最能夠表達你現在的生命 你的靈性 你跟人的關係 你的家庭 然後15分鐘讓你寫 然後完之後 每個人都分享 然後分享第一輪之後 又第二輪 一直的往下挖身 那你在這個分享當中 其實他在講什麼 他其實是 幫助女性講道者用話語來 來先定義你現在 找回你的聲音 就是離不開語言 然後你在這樣的分享當中 他們會聚焦在說 你最近準備獎章 你怎麼樣有感受到 你的聲音跟你的經文 跟你的獎章 其實是有說出你的聲音 他們也會分享 你在教會 募會跟其他男性募者 同工的同工當中 有沒有什麼樣 你的聲音好像沒有辦法出來 那這是一個非常 很個人性 也是非常內化的一種分享 所以他們會做這個 對 我覺得這是很棒的建議 對 那對於我們這些男性的講道者 可不可以給我們一點鼓勵 或是有沒有一點建議 好 我講女性跟講道 好像似乎把男性遺忘掉 沒有 因為我覺得基督教的信仰 是在關係中才能夠真實的體現 換句話說 如果女性跟講道這個議題 要能夠更整覺的發展 絕對不能沒有男性的視角 因為在關係的當中 女更知道如何是女性 男也更知道男性是什麼 所以我第一個要說的是說 這樣的議題應該是怎麼樣的喚醒 教會男女的傳道人 在回應上帝的呼召上 我們是夥伴關係 我們不是在對立 因為你看北美的整個教會歷史 曾經有一段會非常的可惜 我覺得從歷史也讓我們得到一些借鏡 男性講道者會感覺到不安全感 特別在對power 這個權力 說我要share出去 而且是要跟女性 分享這個power的時候 曾經有一段時間 當女性傳道人在各領域 教會機構神學院 或是說更多的崛起的時候 也曾經有一些的文獻記載 其實男性是不安感 然後他們會擔心會害怕 那權力的分享本來就是男性 所非常sensitive的事情 那如果就講道學來講 回到我剛剛一開始 新講道學的那個圖表 我想不管男女傳道人都要面對一個事實 如果講道聽眾跟信息 一個成功的溝通是你要知道你的聽眾是誰 那如果我告訴你們說 現在的聽眾60%都是女性的話 甚至可能超過 因為這個是整體台灣 美國也是這樣 對 那這樣的事實怎麼樣開始讓你有意識到 它會怎麼樣影響你在 讀聖經的時候 你在詮釋聖經的時候 你在講到獎章的準備的時候 如果台下是60以上percent的女性聽眾姐妹們 那這個事實怎麼樣影響你在獎章信息的預備 是 是 我覺得很值得大家再去好去思考 那在我們要給這個台灣的教會界 未來黃金十年的建議之前 我可不可以再請蔡院長 也幫我們看一下台灣的現況 因為我們剛剛談到北美的狀況 那你觀察到台灣的現況是怎麼樣 台灣的現況我其實看到北美的整個歷史 就是說女性跟你講到這個議題 其實它已經會涉及到幾個 是非常教會需要去關切跟面對的 舉例來講 在近代歷史上 19世紀末一直到20世紀上半期 好多的教派他們要討論的是關於女性的案例 那他們覺得說為什麼案例這麼重要 你說案例女牧師 那你會發現就像一個女性學者曾經說 她說只有當女性她不僅有right有權力 也有另外一種權力power的時候 她才能夠有真正的影響力 所以我想為什麼女性跟講到的這個議題 在閱讀文本的時候都會涉及到女性案例的問題 那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其實會覺得說你看整個美國教會歷史的發展 其實你現在在美國打開 好比說電視平台或是紀錄藥平台 你會發現其實好多女性的很優秀的講到者 然後學界有一些女性的講到學者 所以我其實會期待 因為如果未來黃金十年 一個事實是不管教會願不願意承認 這個事實是我們現在的女學生在神學院 確實是女神學生越來越多 那當你教會的性別女性越來越多投入的時候 現身的人 女性未必 未來十年一定勢必是越來越多 那我們怎麼預備 那我覺得其實神學院也要預備 教會也要預備 信徒也要預備 然後怎麼樣在這樣的一個預備 等候看見神在這個時代要做新的事 那我相信回到我剛剛說 信仰 基督教信仰是一種強調關係的信仰 我常常開玩笑說 我們從小都是在單親的教會家庭長大 我從我成長過程當中 我沒有講到母親 我只有講到父親 所以我覺得說 如果我們都知道教會是一個家庭 那怎麼樣讓信仰培育是更健康 更健全 更整全 我覺得要有講到父親也有講到母親 那這樣的一起的夥伴關係 我相信我們的信仰 整個的社會 教會會呈現一個更平衡的一種信仰表 是 是 好 我想我們也可以開始來回答一些 謝謝我們觀眾的一些發問 好 不知蔡院長是否曾經因為 偿 été一種信仰 仰佛的心理或身語的祈福 看他显现的方式 那我想 我觉得讲到的预备 跟心理跟身体的起伏 当然我觉得人生的季节 有高有低 那我觉得 我不用一直都在 人生是很高潮 我觉得信仰真实的表达 人性 牧师也在面对 我们生命周期 不管是年纪有周期 你每天的生活 也有他的周期 那我觉得不用去 你读整本圣经 诗篇里面各种诗都有 有哀歌 那有咒诅诗 有祝福诗 有赞美诗 这个就是人生的季节 我们就是要在这种 人生不同的季节当中 得识或不得识 我都要忠实的传讲 那我觉得对我来讲 这并不会影响 没有说牧者 一定都要在很high的点 我才能够讲到 在低潮 在我面对生命各种困境 就像南牧师刚吵完架 跟师母吵完架 要上讲台 他也要去面对 他心里跟身体上的一些的 但是忠实的传讲 我想这个是 我们应该在回应上帝呼召 做上帝话语管家 我们都在面对同样的挑战 是是 也想继续请问蔡院长 就是说在这个 连性讲道者的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 他会不会有一些部分 他也会去模仿男性的传道者 那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然后他的一个好处 或是他应该要注意的一个界限 可能是什么 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模仿是 一定是你可期待的 就是说我们很多的女性传道的人 包括我自己 我成长过程当中 我没有女性讲道者的典范 我只有讲道父亲 我没有讲道母亲 那我第一次意识到 我是一个女性的时候很有趣 是有一次我回自己的母会 淡水长老教会 我代表学校回去请安募款讲道 那我的讲道父亲 在我成长过程当中 影响我很深 那我讲完道下来 一个从小看我长大 也在这间教会很熟悉的长号 说你讲道就像他一样 我那时候我吓一跳 然后我甚至有几次 那时候早期我的讲道在讲的时候 我有感觉到 我好像感觉到我那个母会牧师的椅子 那我才意识到说 哇原来我的讲道在潜移默化当中 我其实是有男性的表达 那我觉得这也没有不好 反而现在我觉得回过来看的时候 我觉得就像我回到刚刚保罗说的 女人不能没有男人 男人不能没有女人 我也不期待女性的讲道者 变得好阴柔 太情绪化或个人性 那我也应该要学习男性讲道的一些特质 因为我的听众也有男性 我不能因为我的性别而忽略了男性的听众 他们如何从我的讲道当中也能够对他们说话 那同样的 男性讲道者在面对这样 就是说他如果是非常的阳刚 那可能他也要思考 那我下面一群女性的听众的时候 我怎么样也能够让我更有接地气 更温暖母性的这一面 所以我觉得其实 但是我想对女性讲道者来讲 跟男性不一样 因为男性从小你们听的都是男性的讲道父亲 我这样讲也不见得对 我曾经遇过一个神学院的老师在新加坡 他说他其实信主 他唯一知道的声音就是女性讲道者的声音 就是他的母会是一个女性讲道者 所以当上帝呼召他读神学院的时候 他是地带基督徒 他第一个去问母会的牧师说 男性可不可以当牧师 所以我在想其实如果用这个角度来讲 我觉得互相的模仿跟学习 我觉得是好的 是好谢谢 有一个人问到说 是否有推荐女性的讲道者 作为参考学习的对象 他们的特色 或是为什么推荐他们的原因是什么 OK 是讲章的阅读吗 还是说传讲上 我在猜可能是讲道的典范吧 典范 我知道其实在我学讲道学 在北美一个很有影响力的 就是爸爸 Brown Taylor 那这个讲道学的女性讲道者 有一些特质 我觉得是可以作为一个开始 那他曾经被1996年被 时代杂志编 就是说十大有影响力的讲道者 他是很少数仅有的女性讲道者 那我觉得他的讲道特质 有一种非常的 他是一个很深厚的对圣经的诠释 但是这种圣经的诠释 带有一种对生活细节很细腻的观察 而且他本身的文学造语又非常的高 充满想象力 这个是他的特质 所以他的讲道充满想象力 然后充满许多的画面 然后讲章没有很长 这个是我无法突破的 因为我讲道都比较长 然后我觉得 然后他的成长背景 是一个圣公会的案例的牧师 那这股力量 我为什么要特别讲圣公会 因为女性跟讲道这个议题 其实你会发现说 跟新讲道学的第二波 跟礼拜的发展有关 在那种礼拜的情境 圣参 然后许多的象征 然后这一位爸爸Brown Taylor 他作为一个牧会的牧师 在那样的情境当中 激发他许多好的讲章的创作 那我觉得说如果以 如果以台湾华人 你想要去读那样的 比较带有女性 代表性的讲章 我觉得他会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是 好谢谢 还有一个问题 请问蔡院长觉得自己在准备奖章上的视角 与男性牧师有什么不同吗 我自己不知道 自己不知道 但是我只能说从听众给我的回馈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作为一个女性 就像问庄牧师说 你自己作为一个男性的视角 我自己没有办法 是 很直接的察觉 但是我有印象是 我有几次讲完道下来 其实是姐妹特别会去跟我说 牧师我觉得你的讲道很不一样 女性的讲道好像在处理经文上细密 然后有时候他说你的信息 比较跟我们的生命处境相关联 那我觉得这样讲的时候 我觉得每个讲道者都有不同的特质跟个性 那我觉得说如果有时候你本身就是比较敏感于人的感受 有时候你就会在你的讲章的准备带出来 所以我要讲的是说 我其实好几次都是听众给我回馈 说你的讲道跟我们的牧师是男性很不一样 那这个的状况常常是我去当客座讲道者的时候 那有些女性姐妹她可能没有听过女性讲道者 所以她的回馈可能会比较强 所以她会比较说 女性讲道者好像比较知道我们的需要 比较知道我们现在在面对的议题 也请问蔡县长 就是说因为现在我发现有一些华人的男性牧者 他们其实对于一些海外的 不论是华人或是西方人的一些女性的讲道者 特别从内在的生活 内心的世界 内心里面那个力量全员的挖掘 这方面比较深比较细腻的部分 比较内在的部分 他们都非常的喜欢 也尝试着在他们这些男性讲道者 尝试在讲道里面去探索这个部分 对于这个所谓的传统的男性讲道者 想要从这个女性讲道者 这个宝库 汲取一些好的一些角度或者资源 你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或是一些注意的事情 我倒是没有想过这个 但是我在想 如果能够有透过一些的研讨会 或是聚会的方式 我觉得男性传道人跟女性传道人 可以在这个主题上 我们有可能更多的分享跟对话 我觉得有时候单单从书来看是很有限 就是说好比说你可以分享我怎么准备讲章 那你又怎么准备讲章 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或许我们刚才台到说女性的成长小组 或许将来可以努力的是男女的讲道准备的成长小组 那彼此的聆听我觉得其实找回自己那种特质跟声音 从聆听很重要 就是你的经验为什么我从来没有经验过 但是我可以来学也可以来模仿 对对对 不妨那个2020年这个猜片厂就来办一场这样子 可以我们可以来努力 对对对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可以 就是说让我们大家可以受益 之后是不是也可以请蔡委员长再次针对未来的十年 对 可以给教会一些几句话 让我们可以好好来建造的预备 女性影响到这个主题 我深深的感受到神在这个世代其实在做新的事 那我觉得在福音的里面已经打破了男女 或是说就像保罗的 在福音的耶稣基督的福音当中男女或是位阶等等 那我觉得上帝的呼召的声音临到男跟女 而这样的不同的恩赐 如果今天的教会能够用更开放的心 也愿更多的接纳的时候 我可以看到今天神要做的是男家女会大与二 能够成就更多的事 那我想很期待的看到的是 我想刚刚庄牧师在提议的那种男女传道人 在讲到这个议题上我们有更多的研讨对话 我相信也可以丰富我们现在讲台 以及整个教会信仰的培育 是相信今天这个节目直播回去 最开心是我太太 好我们再次谢谢蔡院长 谢谢 谢谢 好平安拜拜 拜拜